因为我们新增的案例比较多 那总共大概有549例 宣布新增549例个案 校正回归177例 372例本土确诊 另外有12例死亡 对于新增个案多 陈时中说 一部分原因是 用健保系统申报新的确诊个案 使统计越来越及时 疫情曲线要再观察两天 并强调民众防疫不能放松 经济部次长林全能 也在防疫记者会 说明夜市跟菜市场的人流管控措施 指出多数夜市暂停营业 以减少人潮聚集 1100多处列馆的公有及民有市场自制会 和中央也达成防疫共识 绝大多数的夜市都已经是暂停营业 第二个部分 摊商跟顾客 当然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来维持社交的距离 那第三个部分 这个市场内里面都饮食是外带 然后禁止试吃 然后热食摊 我们会有这个遮照 经济部并表示 已经推出 本市好景买菜网 协助传统市场 迈向电商 预约外带 或社区外送商机 盼在这波疫情下 能有效降低 摊商与消费者实质接触机会 新唐人亚特电视王冠灵 红燕灵 雁灵 一台湾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